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长得好看就可以任性嘛 8月13日在上海的一个商业街 一群人正在排队 一名年轻女子以私音插队 与多名男子发生争吵 然后一名黑衣男子打抱不平 与女子发生争执 该女子要求男子道歉 态度蛮横 视频中黑衣男子说 我们在这里等了三四个小时 我只是看到有人在这里闹事 我就很不爽 至于为什么不想排队 该女子说 因为我长得好看 所以我不想排队 你损失了我的面子 你必须道歉 下面一群男生起哄 这是个小仙女啊 该女子歇斯底里的吼叫 我指着谁 谁就得给我道歉 我长得这么大 还没有人敢对我吼 你给我道歉 随后黑衣男子连声说 对不起 女子仍然口出脏话 辱骂男子 引来众人的虚声 接着女子又指着一名 白衣男孩要求道歉 男孩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女子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撒泼骂人 并指男孩是穷窝里出来的就是穷 视频中可以看出 保安一直在帮着原厂 让男子给他道歉 据知情人称 后来闹事女子被警方带走 网友评论说 多读书不要让自己的外貌 成为可以唯一抱有信心的优点 中国大陆媒体红星新闻报道说 事发地点位于上海盛德商业邻里中心门口 这里的夜市是由上海有兴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发管理的 该公司称将在盛德商业邻里中心东门打造 有温度有情感的传统美食类夜市 这家夜市刚刚开业没多久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这里宵夜 报道说8月14日的事件发生后 有兴德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表示 事发时有专人维护秩序 这是在我们市场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做事不管 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 我觉得没必要解释 就是你和朋友之间办了两句嘴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拒绝回答争执是否与排队有关 网友表示 一个毫无教养的人 自顾的赤裸裸的摆在大众面前 当劣币驱逐良币被某些人推波助流时 就会发生这种不给面子就需要道歉的歪理 看看相关人不正视问题的回答 想想也就明白了 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上海最近天气爆热 每天40度的高温 烤得大家心烦意乱 情绪暴躁 上海的女人尤其活有点大 除了这个称自己长得好看 所以不想排队 发飙骂人逼人道歉的年轻女子 还有遛狗吵架的 大马路上吵架的 一天三出 转足了网络流量 网友说上海人最近力气爆棚啊 8月14日又是上海 一女子在小区遛狗 她的狗将尿撒到一辆车的轮胎上 恰好被车主看见 车主虽要求女子擦掉 女子跟对方扯皮 又说要转账给车主 车主拒绝坚持要她将狗尿擦掉 双方发生争执 女士说 你要我干什么 男士说 擦掉 女士说 拿什么擦 男士 我不管你用什么擦 帮我擦掉 女士说 我说 等一会儿 男士说 现在 女士又说 那就报警吧 男士说 这就是你养的狗的素质吗 擦掉 女士说 你是不是看着人好欺负呀 男士说 是你看着我们好欺负吧 天天往别人车轮胎上 撒尿 拉屎 狗尿在轮胎上 有腐蚀性 女士说 不要跟我耍无赖 我已经答应你了 一会儿擦 男士 我要你现在去擦 等会儿就干了 女士干了 怎么了 干了 那还要擦呀 文化这个问题不跟你争 我也可以一会儿给你擦 男士说 现在擦 女士说 或者 我现在直接给你转账 现在就去擦 我不要你的钱 或者 你现在就去用水冲掉 女子开始发飙 嗓门提高了8度 冲着男子说 我已经答应了你 给你冲掉 或者 我转账 给你钱 你去弄掉 不要跟我耍无赖 男子也开始飙火 大声问 你擦不擦 女子说 不可能 随后听到小狗叫了一声 大约是男子捡起砖块什么的 砸了小狗一下 女子大声粗口 赤马男子 据网友说 该视频是女子自己拍摄上传网络的 可能本来是想让网友 声讨一下他遇到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 没想到却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网友们一边倒的支持男性车主 讥讽狗主人素质欠缺 从头到尾就没有道歉 而且牵着狗绳 完全可以把狗拉走 不让他尿的 这就是那女的完全没感觉到自己错了 跟称自己长得好看 不想排队 还四处发飙辱骂 指出他错误的人的小仙女 有的一拼 该视频引来数万人围观 数万人评论和转发 网友纷纷说道 这波我站车主 现在养狗的人出门遛狗 有几个会带水冲尿的 还有网友吐槽女子 手机摄像和卖弄口才的行为成功的 让简单的小事升级到夏日的烦恼 据悉该女子随后报警 小区居委会在回应该事件时表示 该女子没有和居委会和物业说 直接报警处理 是派出所打电话询问居委会是否有此事 还是上海8月14日 上海的这一天可真热闹 在上海奉贤区南方国际原新会门口 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子 称一辆车在倒车的过程中 差点碰到她 当场与车主大吵起来 并用上海方言破口大骂 视频中白衣女子一边打电话 一边用上海话骂车主 出口成脏 意思是说这是在上海 自己是上海人 怎么能让一个外地乡下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 为这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遇到流氓了 就是在南方国际原新会一个商场门口 我碰到一个流氓 不认识她开着车耍流氓 她开车差点撞到我 还跟我耍流氓 她说没撞到我 我说你撞到还来得及吗 所以你现在派警察过来吧 百连南桥购物中心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路 旁边有一个那个排出所 她的车子停在这里 我现在需要警察过来 报完警 女子继续用方言脏话辱骂车主 并且一直骂男子是乡下人 男子说你上海人了不起吗 我现在不想理你 女人依然不依不饶的满嘴脏话 男子说 我警告你不要再骂了 你们上海人就这样的素质吗 有路人过来劝阻 让女子不要再骂了 女子还是继续飙脏话 警察过来后 女子态度依然嚣张 她一直都在骂人 警察来了还在骂 我外地人怎么了 外地人身份就卑贱吗 就该被上海人骂吗 我倒车出来 离她还很远就踩了刹车 根本就没有碰到她 她过来敲我车窗就开始骂我 说我外地人到上海来干嘛 网友讽刺说自己满嘴脏话 还报警说别人无赖 真是高素质人才啊 不过很多上海网友表示不服气 我们上海人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人不能算是上海人 哪里都有素质差的人 上海虽然是中国的天花板 但是那也只是大粪坑的天花板 这是地狱里的黑暗 而不是上海一个地区的黑暗 如今中国人素质差 恐怕全世界皆知 就连中共的人民日报 环球 时报 这俩最具代表性喉舌 都说中国人素质差 也因为中国人素质差 所以不适合搞民主 有网友反问中共不是说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社会主义制度 走着全世界最正确的道路 还有四个自信吗 为什么几代人下来素质还一直是差呢 答案就是 中国人素质差就是中共一手培养和造就的 只有让中国人素质差与世界文明隔绝 才便于中共不断的长久的去奴役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素质差的根源就在于中共 作家刘雨女士曾经说过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 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 有时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自己也去过港台 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 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 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 中国大陆人素质差是至上而下的 刘雨女士表示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 今天打开一张报纸 我们看到在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 锅当入狱 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 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锅当入狱 此类故事层出不穷 他说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 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 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 公款吃喝履禁不止 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呢 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有网友说当低素质的人在领导着中国 高素质的人就只能被他们当作异类 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大陆消失 中国人的素质不越来越差才怪呢 当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给那些坚持道德底线的人上道德课时 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的下降就已经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件了 当民众看到那些没有素质 没有道德的人 一个个成为了各个行业的成功人士时 那些夸夸其谈的所谓道德教育 在这些榜样面前实在是无比沧桑 太没有说服力了 在中国党最大 官员最大 在要求统一思想的国家里除了死人 谁还敢比官员素质好 道德高 做了点好事出点成果都还必须说是党和政府的教育成果 尤其是第一把手的功劳 否则就是不爱国 要是做了坏事呢 无论是打架杀人 吃喝嫖赌还是贪污腐败 当然都是西方的阴谋了 否认这一点的都是汉奸 这样的中国根本是有什么样的政党统治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道德一直在断崖式下跌 三句话让文明倒退五十年 第一句话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服 从此以后有人倒地 没人敢再服 第二句话 他打你 你为什么还手 从此以后 别人打我 我只敢倒地碰瓷 别人群殴我 我也不敢还手 因为我还手了 那叫护殴 第三句话 那就是为什么只打了你一个人 不打别人 肯定是你招惹了他 从此以后 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时候 他没有人敢倾诉 只能默默承受 导致多少孩子最后走向极端 你觉得这三句话是不是让我们的文明倒退了五十年 而这三句话出自三位法官之口 当年南京的一位小伙子因出于好心 去服一位下公交车摔倒的老太太 结果被老太太讹诈时她撞的要求索赔 官司打到法院 法官反问年轻人 不是你撞的 你为何要服 最终年轻人因为服一位摔倒的老太太 被判赔数万元 自此之后 中国人开始见死不救 一个小青年心脏病突发 面朝下倒在路边 身体不停的抽搐 这时过来了一辆电动车 车主望了望倒地的小青年 觉得不关他的事 走了 接着又过来一辆电动车 车上有两个人 也是望了望就走了 第三个人电动车过来 到了那位小青年的身边 突然把车子弯过去接近了倒地者 但最终还是调转车头往回走了 紧接着从另一个方向第四个人开着小三轮过来了 也是匆匆而过 第五个人依旧是穿行而过 漠不关心 整个视频令人揪心 被中共统治了 几十年后 中国人的观念都扭曲了 一边是对他人的漠不关心 一边是人与人之间力气很重 就连官媒都感叹说 如今的中国社会矛盾反复堆叠积压 导致力气深重 礼崩越坏 哪怕只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都会重观一怒 我们曾经欣赏的温柔敦厚 互相激让的礼仪之帮的君子之风 肆荡然无存 有人说这个社会病了 人也病了 人的心态已经崩了 有些人的崩溃是表面的 而有些人的崩溃却是隐形的 这些人自我感觉正常无意 但负面情绪日积月累 只要遇到火花或泄洪出口 瞬间引爆 带来的伤害随即有无辜 在中共政权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崩塌 信仰缺失的社会 多年来的仇恨暴力 拜金等等灌输教育 使得很多人心态扭曲 无论是跑到其他国家撒野的小粉红 还是国内人与人之间的无厘头争吵 无不是个人情绪的绝望宣泄 都是对社会信任一次次的失望所致 8月15日 以中国人在日本禁国神社前 举音响和横幅抗议 并向一旁的日本人大喊 你没种 你没有中国人有勇气 网友评论说 都不用换横幅 相同的横幅和音响能带到天安门去 都算你有种 他们不敢 他们只敢去文明的国家 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勇气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小粉红在日本撒野的事件 不断建筑网络 很多人说 这是中共政府多年仇日教育的结果 其实 如果我们再深入去思考一下 这难道不是中国年轻人发现的一种方式吗 只是他们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所洗脑 将日本 美国当成了敌人 怨气 撒错了方向而已 眼下的中国 弥漫着浓浓的利器 年轻人在这里 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弱势群体找不到正常高效的求助路径 社会慢慢积累的怨气 表现出来的就是恶性事件频发 以及人人为劲敌的紧张社会气氛 曾经有海外华人回中国后 感觉现在国内的人们力气很重 走在大街上 那些年轻人的样子死气沉沉的 很多人都没笑容 这位华人感慨说 现在年轻人找不上工作 过得不如意 就觉得生活没希望 这位年轻的中国博主也说 这代年轻人看不见希望 为什么现在中国年轻人 普遍力气这么重 那是因为当代年轻人 确实面临着诸多困境 他们一边被父母的传统思想束缚 比如职业选择 婚恋官等各方面 都受父母雇有观念的影响 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执行意愿 另一方面 他们还被互联网的思维绑架 遭受各种信息的狂轰烂炸 大多数兄弟们一边干着996 甚至997的工作 拿着一个月五六千的工资 一边还要着每月四千的房贷 还得担心房子是不是烂尾 自己是不是失业 各种经济压力 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 把他们压得都快垮了 但在网上却能看到 非常多的人过得开心富足 这种落差真的是让大家倍感失落 中共是一个依靠暴力切正 又是一个依赖暴力维持的政权 对内维稳毫不手软 对外奉行战狼外交 将中国人本性里善良的种子扼杀殆尽 生活在这个政权下的人 从小就在充满谎言与暴力的环境里长大 有多少人能够保持住谦卑礼貌善良的天性呢 好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